新北才因為幼兒園 胃藥案引發高度的爭議 現在林口由一家拖映中心 又被爆出 負責人疑似 因為幼童不配合換尿布 出爐扯弄孩子 甚至多次暴力拍打大腿 家長向社會局陳情 而事後該名負責人 處十五萬元罰還 拖映中心 也才處共十八萬元的罰還 新北市幼托 狀況頻傳 林口一家拖映中心 在遭家長控訴 今年四月發生虐童狀況 家長到拖映中心 吊尖士氣畫面 清楚拍到 執行長幫兩歲兒子 在地上壞尿布時 過程相當粗魯又暴力 甚至一度因為孩子掙扎 出手拍打孩子大腿四下 讓家長相當不能接受 在小孩子的身上 而且小孩子才兩歲 我不確定是不是有其他的小孩子 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家長他們不想要曝光 然後就這樣子被掩蓋過去了 新美市社會局接獲家長通報 五月派員到拖映中心 稽查時 負責人卻表示監視器故障 無法提供紀錄 社會局要求限期改善 原方也預期未提供 因此開罰十二萬元 也對該執行長祭出重罰 拖映中心雖然持續營運 卻拉下鐵門不願受訪 社會局指出就監督管理部州部分 也採處機構六萬元罰還 並將其退出准公託行列 JP生 陳昌維 新北報導